秋思 林小姐 你说老实话 万史夫人跟我 到底谁惊得看些 华夫人 鞋椅在她卧房中 一张高靠背 红丝绒的沙发上 对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问道 林小姐坐在华夫人 脚跟前的矮凳上 正在替华夫人修剃指甲呢 她的腿上 搁着一盒各式各样的 小剪刀 一共八把 夫人说的什么话 林小姐抬起头来 抗议道 万夫人 怎么能跟夫人比 她还到我们 宜乡美容院 来动过手术呢 林小姐 扑哧地笑了一下 又说道 是吗 华夫人从沙发上坐起来 她刚坐完脸 脸上的脂粉 已经敷得均匀妥当 一双羞得细细的眉毛 一直刷到了并边去 这是几时的事啊 夫人 千万别说是我讲的 林小姐压低了嗓子 就是去年春天 周大夫替她腊的皮 不知手术有问题 还是她的皮肤本来就不好 最近额头上 有点松下来了 每次去替她做脸 她就向我发脾气 万夫人 好难伺候啊 林小姐摇头笑叹道 华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她靠回沙发椅背 仰着头合上眼睛 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不是我当着夫人说 林小姐放下剪刀 捧起华夫人那一只右手 满脸鲜艳的神情 我看过的台北这起夫人太太们 夫人的皮肤要数第一 我从来没见过 静爷爷我生得这样好的肤色 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 曲起眼睛 自己观赏着 她左手的指甲 已经羞涕过了 尖尖地 晶莹闪亮 一把青葱似的雪白手指 玲珑地翘了起来 无名纸上套着一枚 绿汪汪的翡翠环子 还好什么呀 华夫人微笑着 叹了一口气 夫人会保养 皮肤一直这么细嫩 林小姐小心翼翼地 将华夫人那只右手 收回到自己的膝盖上 其实也没怎么保养 你瞧 华夫人朝她的梳妆台 弩了一弩嘴 一张乳白描金 法国式的梳妆台上 从一端到另一端 摆满了五彩琳琅的玻璃瓶罐 那些东西白放着罢了 都是我女儿从外国寄回来的 那个女孩子百般怂恿我 要我打扮 夫人好俗气 小姐这么孝顺 什么孝顺 女孩子胡闹 华夫人笑道 那天万夫人还当着人笑我 叫我摩登外婆 其实她呀 才摩登呢 蓝的绿的 眼圈膏子那么擦着 可不是吗 林小姐接腔道 每次总得我替她在眼堂上 按上几百把下 她还一镜嫌少呢 万夫人有了眼袋子 不涂眼圈膏 是遮不住的 说着林小姐跟华夫人 又笑了起来 林小姐把华夫人那只 修剪的玲珑剔透的右手 捧在手中 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 翻过来翻过去 从化妆箱中 拿出了一排十二色的指甲油来 夫人 您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就那件 华夫人指向床边 床上平铺着一袭宝兰底 起黑水纹的印度针丝旗袍 宝兰配酱红 夫人觉得怎么样 林小姐抽出一瓶紫色的指甲油来 今天我带的是玉器 可还压得住 华夫人拿过那瓶指甲油 跟她左手的食指上 那枚大翡翠环比了一下 这种红不眨眼 配玉器正好 那么就这个吧 华夫人伸出右手 身子又靠到沙发上 镜子闭目养神起来 夫人 女佣阿莲走了进来报告的 万大使夫人又打来电话催 秦夫人薛夫人都到了 请夫人马上到万公馆去 也没见过 又来催魂了 华夫人游字闭着眼睛笑道 你去跟万夫人说 半个钟头内 我一定到 阿莲 阿莲走到房门口 又回头停住了脚 华夫人坐起来 思索了一下 万夫人问起你 就说我正在换衣裳 别告诉她林小姐在这里 晓得了夫人 阿莲笑应道走了出去 华夫人和林小姐也相视而笑了起来 林小姐把一盒子八把剪刀 统统收了起来 这几个麻将精 华夫人摇头又笑叹道 款款地立起身 天天都来捉我 真叫他们缠寿得受不了 林小姐赶紧过去 把搁在床上那蓝丝旗袍捧了过来 帮着华夫人换上 林小姐 你瞧瞧 我实在不喜欢 华夫人坐在梳妆台前 对着镜子转过头来 转过去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今天 我到百乐美去 我那个十三号又病了 是个生手给我做的头 一头头发 让她梳死了 我来替您松一下 您再看看 林小姐在梳妆台上 捡了一把煎饼子的梳子 替华夫人把她那个高耸的贵妃簪桃 梳着 华夫人将台面上一支首饰盒打开 里面摆着一套翡翠玉器 一对吊珠耳坠 一串连环手镯 一面海棠夜大的凤佩 华夫人捏起那玉佩 锁到心口上 一面抚着那片润凉的玉室 镜子里 她看见她那只雪白的手 衬在她那袭宝兰的丝绸上 手里捏着一支碧莹莹的玉佩 轻葱似的一把手指 指尖红得屑点子一般 啊 又有了吗 华夫人抬眼问道 她声音有些颤抖 她从镜子中看见林小姐正俯下头 曲着眼 在她右鬓角上的头发里翻找着 只有一两根 林小姐敲声答道 我替您再抿几下 就看不出来了 林小姐又小心翼翼地 替华夫人拢好了几下头发 您看行了吗 夫人 华夫人欠身凑进镜子前 偏着头端详良久 最后用手轻轻地摩擦了几下 她的右鬓 才身影着说道 就这样吧 林小姐 谢谢你 华夫人走到花园里 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 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 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 一面戴上她那副珠灰的丝手套 园子里一到夕阳 斜铺在草坪上 那些朝鲜鲜草草草的尖子 已经有点斑斑的泛黄了 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 几片落叶 给风吹得速速地在打转子 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 突然一阵冷香洗到了她的面上来 她回头望去 看见墙东角那一片一捧雪 开得翻腾了起来 她不由地煞住了脚 若有所思地迟疑了片刻 终于回头撇了过去 她渡到那蛙一捧雪眼前 伏下身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 一团团 一簇簇 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 白茸茸的一片 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 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菊花 嗅了一下 人家都说 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 在新公园的花展 还得过特别奖呢 只是太娇弱了 去年种下去 差不多都枯死了 她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 才活过来 倒没料到 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 怪到上次万缕如珠来的时候 这些一捧雪刚打包 她已经抱怨她 华夫人 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 也舍不得送我们两只叉叉盆 万夫人在学日文 万夫人在学茶道 万夫人又在学茶花 还是跟什么精子小姐学的 万缕如珠那个女人 也懂得茶道花道吗 弄得一屋子的盆 罐 壶 壶 都是从日本买来的 她说 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 京东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 奇怪 现在日本人的模样 也变得体面起来了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 连走路 筛茶壶 也那么弯腰驼背 打击做衣 周身都沾了东阳婆的腔调 难怪这些极尊贵的一捧雪 就任她拿去随便造她了不成 华夫人掐下一只病地的菊花 一对花包子鸟颤颤的迎风抖着 可是她知道 万缕如珠是个最好须面子 嘴上不饶人的女人 花包子选小些给她 恐怕都要栽她吃笑一番 摩登外婆 她好像自己还未曾当祖奶奶似的 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 巡视了一番 她看到中央有一两朵花 特别繁盛 她走向前去 用手把一些枝叶剥开 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 她豁然看见 原来许多花包子 已经腐烂死去 有的枯黑 上面发了白霉 吊在枝鸭上 像是一只枝烂馒头 有的刚尾顿下来 花瓣都生了黄袖一般 一些烂包子上 斑斑点点 爬满了菊虎 再啃吃着花心 黄底的江叶 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 一阵风掠过 花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 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厚的腥臭 她心中微微一阵 她仿佛记得 那几天 她房中也一镜透着这种奇怪的腥香 她手在她床边 看着医生用橡皮条子管子 插在她喉咙上 那个肿的发亮 乌黑的 白菊里 昼夜不停地抽着浓水 她床头的挤岸上 那只白瓷胆瓶里 正插着三枝 万大一般的白菊花 那是她亲自到园子里去 采来插瓶的 园里那百株多 一捧雪 都是西峡山以来的名种 那年秋天 人都这样说 日本鬼打跑了 阳城湖的螃蟹也肥了 南京城的菊花 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 她带着她的队伍 开进南京城的岛 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太们 又哭又笑 都在擦眼泪 一个成的爆竹声 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 她也笑弯了身去 对她说 欢迎将军 班师回朝 她挽着她 她的披风被吹得飘了起来 她的指挥刀挂在妖际 坑坑腔 闪亮的 一双带白钢似的马蹄 踏得浑小 挽着她一同走进了园子里 她请着一杯白蓝蒂 敬到她唇边 满面笑容的低声探道 云香 满园子里 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棚雪 都在她身后 招翻得像一寝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 那年秋天 人人都说 连菊花 也开得分外冒陕起来 夫人 车子已经开出来了 华夫人抬起头来 她看见 花房老将 黄有信 正站在石镜上 白眉白病 陡色地勾着背 手里执着一柄扫落叶的竹条扫 华夫人迟疑了一下 又随手掐下一只菊花 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 往大门走去 一束白醋醋的一捧雪 拥在她胸前 黄有信 华夫人走了几步 又停了下来 是 夫人 黄有信停下调噪 硬道 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 有好些已经残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